玻璃尊者 那個動漫 它是最低的 印度有四個種族的這個階級 它最低的 可是它最後是持界第一的 然後那些王族出家 出家比他晚 要禮拜這些先出家的人 我怎麼可以禮拜這個 這麼低賤低位的人呢 氣得要死 佛抓住這個機會點 不是祂讓你生氣的 是你心中那個傲慢心 是幽玻璃讓你看到你自己的傲慢心 那這個出家人也難得 這個皇族出家人很難得 佛這麼一點 他明白了 哭著給幽玻璃尊者頂禮 所以啊 你最氣哪個人啊 你轉個念頭啊 你要感恩他 他讓我發現了 我內心還有這麼重的脾氣啊 真的要解脫啊 功夫都是下在內心的放下 看破是明理啊 放下才是功夫啊 我們假如修行人 哎呀我很不想見到他 這個都是分別執著啊 不是離境界 是離妄想分別執著 這叫會修行 我要離開這個人 離開這個境界 都是著了像啊 著了像呢 怎麼提升自己的境界 你能迎難而上 越錯越有 不挑境界 還越來越感恩 直接給你考試的人 這個忍路的波羅蜜就 提升上來了 還會跟任何人 對立起來啊 那我們忍路功夫啊 還差得遠 比方說我們很生氣 哪一個人 其有此理 脾氣那麼大 其實說實在的 我們的習氣 跟他的習氣 槓起來了 他可能是我們的一面鏡子 一個巴掌拍不響啊 是吧 你真的脾氣好啊 他脾氣再大 你 你跟他也不起衝突啊 當我們氣得要死 在罵對方的時候 其實我們犯的錯 可能跟他差不多 所以古人提醒了 須刻刻簡典 自家病痛 病痛就是毛病喜氣 該所悟於人 許多病痛處 真知凡己啊 真的知道 反省自己了 色色有之 色色就是每一樣都有 或多或少 自己都有 所以 轉念 煩惱就不變菩提了 比方說我特別討厭這個人 哪一點 你真正靜下心來 自己或多或少也有 那你那麼討厭啊 你一轉我也有啊 你終身難忘 你肯下這個國父了 因為那是你最討厭的 所以佛法是內學 要把他轉過來 那剛剛講到這個 幽玻璃尊者的故事 裡面還有一個故事 佛要去脫波 遇到一群小朋友啊 那小朋友看到佛陀 生大歡喜了 他們剛好在玩沙子 馬上把沙子捧起來 去供養佛陀 到在佛的波裡面了 旁邊阿難尊者呢 本來要罵人了 佛給他看一下示意 小朋友供養的歡歡喜喜完了 佛所說 哎呀得到好東西了 塗在我的牆上 當然我不能 這個以凡策勝 這個佛到底塗在牆上有什麼意思啊 當然 塗了很珍惜小朋友的供養 再來 比方說 這個小朋友供養 放在我每天看得到的地方 那也是鞭策我啊 哎呀不要忘了 小朋友的這一份心啊 我智慧這麼淺薄啊 以後要護念他們 很難了 趕緊用功 趕緊用功 所以佛都是隨時看到 人的真心 沒有濁在這個沙子的像 也沒有濁在我要吃飯的像啊 所以我們要去極樂世界那是普賢菩薩的法界啊 我們趕快要把頻道接上去啊 那就拿到極樂世界的護照啦 叫身則決定身啊 接上去了 而普賢行裡面最重要的是 就是見人家的本性 不著在外向 這樣才能理敬諸佛啊 你說把一切人當佛啦 你才能廣修供養啊 你還有討厭的人怎麼修廣修供養啊 好 好像還有一個公案 那個狗啊 看到觀音菩薩很高興了 馬上 用米田供 供養觀思音菩薩 他馬上就捨爆啦 這個畜生聲就捨爆啦 為什麼 狗改不了吃屎啊 那是他最喜歡的東西啦 好 那這個 我們講到這個 我們講到這個